大家好,歡迎收聽Lover Channel 我們今次會繼續訪問Ringo 今集已經是訪問Ringo的第三部份 先前他也有說過做Lover的義工 以及去酒吧的經歷 今次他會說說去Sona會有什麼體驗 你去酒吧之外 我們都知道你有去Sona 其實Sona和包當然很不一樣 你自己剛剛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有沒有一些很特別的感覺 或者可以分享一下 Sona剛剛開始工作 已經做了三年多接近四年 後兩年的時間 經常都會叫他們 什麼時候去Sona做Our Wish 我們很期望下去做 但是反而去工作之後 這個感覺漸漸被人撥惜了 因為下去做事 有一個感覺就是 可能在BAR做事 和下去做事 氣氛 環境 完全是兩回事 你去BAR的話 你可以嘻嘻嘻 和一下子串來串去 但是反而去Sona的話 這件事真的做不到 因為如果我們下去的話 我會常常提起我客人的立場 我脫了衣服 打算找Target 你就動在這裏 穿了衣服 跟我說 saver sex condom 我會完全想 認識你 或者是 完全不想理你 這是一個客人的感受 所以下去做事 其實 真的比BAR難做 而且那些人真的懶惑很多 基本上我們 跟同事形容 我們落了他們 就馬上走鬼了 那個聯誼那個位 就是那些人站在那裏 或者換衣服的位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進去之前 都還有幾個人站在那裏 就是在那裏找人吃的 我們進去之後 人影都沒有 好像那些人 就算 某一家Sona 就會有個 通道位 我們站在通道中間 他們就不走過我們中間 故意繞路在通道 繞一大圈去 洗澡房 我經常都在想 我們不是真的恐怖到這樣 就一個這樣的感覺 就是他們會 很怕我們站在那裏做什麼 怕我們好像 我們好像 怕我們吃了它 還是怕我們去打劫它 我也是完全不知道 總之那個感覺就是 完全跟他們疏離感 就越來越遠 越來越厲害 就是這樣的感覺 你覺得 你都做了這麼多年 你都說了在Sona的外展 有這麼多困難的時候 你都還堅持好下去 你覺不覺裡面 又給你了什麼得著呢 其實得著的話 其實可能就是 跟客人聊天的話 會聊得順了 還有可能 那些客人聊天 已經好像朋友那樣 反而其實可能做下去的話 其實做的事 每一 說真的 這麼多年來做的事 都是大同小異 不是宣傳Safe Assess 就是叫人可以做Testing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差別 對我來說 對 他們就會得著的話 只是練大 即是 正面一點 就是練大了膽 自己跟別人溝鏡 真的好了很多 這個真是最好 給我最好的 剛才也聽你說過 有關於你的得著 剛才你也說過 有一部分的趣味 又或者你在外展那裡 我都相信你有不少的經驗 有沒有一些特別令你深刻 例如說開心 不開心 或是搞笑的事 搞笑的就是 初期跟一個同事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就不多 我們某一個同事 我相信AC同事 也知道這段 也知道誰 那時候會突然 突然間 我完全沒有想過 他在我背後 然後我做事的時候 他在後面突然出高角 然後我看著他高角 然後叫他做事的時候 他就 我先唱起來 我要先唱起來 無緣無故 就是一個毫無欲笑 就是我講一下 他後面突然一句唱出來 我真的有幾次 初期不敢揉他 不敢揉他 後期我真的想一拳拳地躺在他 你為什麼同時唱歌好聽之外 工作都被人認真 唱歌好聽 唱歌算好聽 哈哈哈哈 你真是厚度 你個人都OK 哈哈 哎呀不要刺破我啦 誰知就好笑 誰知如果真的好笑 就是可能同時這個 開心的事其實可能就是 那些客人又不理你 去到理你 甚至聽說他真的因為你的話 而去做某些轉變的時候 這個就是最開心的地方 可能有一個客人最初不認識你 每次見到你都黑臉 等等的時候 做到下去 他對著你每次都跟你打招呼 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開始跟你偷心地說某些東西 聊他行為上會不會有什麼 然後我們再跟他聊天 但是他會為了這件事 真的去做Testing 他以前可能是零興趣 甚至覺得不需要做 變成了開心而有一點點成功感 反而不開心和傷心的事 我真的沒有遇過我自己 可能因為我自己性格比較開朗 和對別人那些 認為可以看到的說話 我完全不會有興趣理他 反而可能立刻不記得 反而可能沒有 我一些Partner同時真的遇過 不知是因為他剛剛真的跟那個人不對 竟是真的怎樣 我真的同一個人 可能同一個人做的話 我真的沒有遇過 而他真的遇過 有些同事就可能遇過 被人爆粗 勁爆粗 甚至拍完那個condom給他 不知是 他看完那個condom 客人看完那個condom 一下子都放在他臉上 這些情況下 我跟他做了差不多同期的事 但我完全沒有遇過 最重要的是我遇到的事情 真的開心不開心 對我來說 可能真的 我自己比較會想 他們說的話 我會經常想 可能他真的不熟你 或者他自己喝貓了 或者什麼 對我來說真的沒有太大影響 我會想一下 我自己做開心的 因為如果你經常想著 做得不開心 這件事的話 你根本做不下去 原始人 其實我們前線工作 就是 不會看到大環境轉變 就是說 其實這個人用了 有沒有用套 你今天跟他100個人說要去用套 其實到底有多少人 最後回家又用用安全套的 我們是不知道 其實會不會很灰心 覺得自己做的 不知道有沒有成效 其實 說真的 我跟你說完 你做不做 是你自己決定的 我只是盡量集穫 我講了 用和不用的效果給你 你還是堅持不用 那你可以的 但是反而 我就不會 反而 其實 這麼說 如果只是 Focus一班 經常說完聽的人 倒不如我Focus 在一班說完 他們會做 做完之後 他們有什麼得 就是開心 分享給我 我反而覺得 Focus這班人會好一點 反而 因為如果在這班人的話 可能一班人裡面 下去做 一班就是我剛剛說的 Focus 就是他們肯做 肯用 而他另一個朋友 愈肯用 倒不如叫朋友 多說一些給他 好過由我自己 告訴他 因為我告訴他 他也是不聽 因為我不是他的朋友 我始終是一個 對他來說 是一個做事的人 他說的是不容易 他朋友影響了 不如我叫他 不如你看看 你朋友 用不容易 他肯用為什麼 反而 成果會大一點 好 其實我們看到 我們前線的同事 有時候都可能 面對著一些壓力 所以如果大家 真的在酒吧 看到我們前線 當然我們前線同事 都非常友善 大家可以跟他 大聲招呼 還有 大家都聽到 其實 一個行為的轉變 也是需要一個時間 我看到Ringo 其實都是一個 很樂天 很開朗的性格 所以可以跟 很多人接觸 好 我們今天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大家密切留意 下一集會繼續訪問Ringo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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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